大家好,我是Edwin,歡迎回到Edwin買什麼 我們又來看看Edwin家裡多了什麼 首先第一件是這個Marshall的Standmore 3藍牙喇叭 喇叭的本體就是這個樣子,挺重的 我手上這個顏色就是奶白色 正所謂細節決定成敗,我們當然要細心看一看藍牙喇叭 正面有一個金屬的標誌,然後這裡有點像藍牙的質感 但綿質一點,是一個很舒服的質感 然後整個喇叭都是由一隻奶白色皮革包裹 最底部有四隻腳 然後我們看看後面,後面有一個通風口 然後這裡有電源,然後有RCA的連接 最後我們看看我最喜歡的頂部 頂部有三個調節的旋樓 一個是調音,一個是調音,一個是調音,一個是調音 一個是調音,一個是調音,一個是調音 我先插一插給大家看 插了它之後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這個開關鍵 這個開關鍵是一個實體的TOKO 即是說它消除了藍牙喇叭其中一件我很不喜歡的東西 就是你要長按按鍵才開機 然後長按按鍵才開機 這一點真的很嚇人憎 用這些TOKO就很方便開關藍牙喇叭 我先關閉燈 關閉燈後你就可以看到這三個旋樓 旁邊有音量、BASS和TRABLE的LV 當你在調音大小的時候 它這個旋轉就是一個無限旋轉的按鍵 你可以無限的轉 它就會根據你的轉動去調節這些LV 旁邊這裡有三個SORCE 有我們剛才後面說的紅白線RCA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AUX IN 然後最頂上有藍牙 然後右邊這裡有一個蘑菇 蘑菇可以向左、右或者按下去 這個喇叭出廠的調音 低音比較重 亦是Marshall Signature的調音 我自己就喜歡調到BASS低一點 然後TRABLE那邊就大聲一點 我這樣扭的話我覺得它的低音就不會超過力 就令到高音和低音的平衡會好一點 這個Standmore的產品現在已經來到第三代 對比上一代的音場就會更闊 它的包裝上面也有寫到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三個單元 當你用這個Standmore喇叭的時候 終於就要配合它的APP來使用 它這裡有一個EQ EQ跟喇叭上的旋樓會同步 你看到那個數字我一直在扭的時候它就會轉 這一點我覺得不錯 然後有一個位置補償的功能 它就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靠不靠近角落頭 第二個問題就是靠不靠近牆 在這兩個問題答不同的答案的時候 喇叭出來的聲音就會有點不同 這一個就是位置補償的功能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它現在走藍牙5.2LE 即是說它的音訊傳輸會更好 這個Standmore第三代 我有一件事令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它調到很大聲 那個聲音都不會有扭曲的情況 我就是算調到大概90-95% 那些聲音都仍然是清楚而且是好聽 另外它的音量也很夠大聲 你的房間很大 都可以令到你的房間很有舞台的臨場感 即是有點像聽Live演唱會的感覺 尤其它Signature的音箱的聲音 就跟其他品牌的藍牙喇叭有點不一樣 出來的聲音就更像你去聽Live演唱會的音箱M的聲音 接著我們就說下一件 接著下一件就是我在Amazon買的 這個台灣製的Micro SD Card Adapter 就是給MacBook Pro專用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帶大家看看 那這一部就是MacBook 然後側面這裡就會有一個SD卡的位置 那這裡拋出來的就是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把一張Micro SD Card放進去這個位置 然後再把這個放進去MacBook Pro裡面 這樣就可以讀到一張Micro SD Card 它這個Micro SD Card Adapter 是設計得特別小 然後它就會完全平整了 然後電腦裡面就可以讀到一張Micro SD Card 這個產品在Amazon買 其實也不便宜 但我喜歡它可以做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它可以閱讀到Micro SD Card 然後第二件事就可以幫我 塞住MacBook Pro的SD Card Reader 那些塵和骯髒的東西就不會飛進去 那它這裡有一個凹凸的位置 讓你手指甲可以容易扣住這個位置 然後整個移動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在Amazon買 台灣製的MacBook Pro專用的Micro SD Card Adapter 那接下來就是Fansgiving感恩節 也就是說接下來那個星期五就是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當然有很多優惠 其中就包括這條影片是由Surfsharp VPN贊助 那最近世界性的運動賽事就進行得如火如途 那很可惜在香港有很多運動賽事都不能免費直播 那這個時候Surfsharp VPN就可以幫到你了 可以令到你上網的時候裝自己在不同的國家 看片、看劇、看直播、突破地區的限制 Surfsharp VPN的速度穩定而且快 用Surfsharp VPN上網就不會有任何人知道你上了什麼網 現在正在做Black Friday的優惠 你用我這條link去買Surfsharp VPN的話 就可以有15折 也就是85%off 還送多3個月給你用 你用我這個優惠碼就真的便宜過你不用優惠碼 一個帳號訂閱你喜歡多少電話、電腦、平板電腦用都可以 你用得不爽的話30天內也可以回水給你 多謝Surfsharp VPN贊助這條影片 接著就會說到Nothing Ear Stick Ear Stick就在這裡 最特別就是設計是Stick的形狀 是一個圓桶形 然後你可以不斷在這裡轉動 這個位置就會有一個Cutout 然後讓你在這裡拿一對耳機出來 你拿了一對耳機出來之後 這個也可以繼續拿來玩 可以這樣轉、單手也可以轉 接著我們說到耳機本身 耳機本身也是延續了Nothing Ear 1的設計 右邊耳機有顆紅色點 你認住那顆紅色點就知道這邊是右邊 然後帶入耳朵這邊的設計就跟Nothing Ear 1有點不同 它就不是入耳式的設計 它就是一個Open Fit的設計 這個設計有好有不好 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很容易聽到周圍的環境聲 不需要擔心這對耳機會擋了跟別人說話的那些溝通的聲音 但是也有些不好處 我們戴上耳朵再說不好處 戴上耳朵之後 第一個缺點就是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戴得對不對 因為它整個設計都是完全對的 然後你正常時間就看不到自己的耳機到底是在哪裏 那就是說你不知道這個聽筒的位置有沒有指著你的耳朵 所以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戴得對不對 直到你真的聽的時候才會知道自己戴得對不對 那對耳機對比起Ear 1來說 它就說通話質素升級了 而且音質也好聽了 那它就是一個NOTHING X的APP 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它採用了一個捏它的控制方式 按捏一下就是播放暫停 那也有脫出來和戴上耳朵自動播放暫停的功能 那調大小聲的話 捏著右邊就是調大聲一點 捏著左邊就是調小聲一點 另外在APP裡面的設定這裡 你也可以打開這個低延遲模式 令到聲音延遲減低 那在上次的NOTHING YEAR 1來說 它的音質我大概是給5分6分而已 那是僅僅合格的一個音質 都幾明顯這對的NOTHING YEAR STICK的音質就好了很多 但是因為對比起YEAR 1 它就沒有主動降噪 亦都隨時隨地聽到外界的環境聲 所以你聽音樂的時候 那個音量就要調大聲一點 細節位也沒有那麼突出 整體的聲音因為它是開放式的設計 所以沒有那麼飽滿 然後我們試一試通話質素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的就是NOTHING YEAR STICK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TESTING TESTING 給大家聽聽 NOTHING YEAR STICK 無疑在室外所收到的聲音 那我現在剛剛聽到它無疑室外的聲音 它的通話質素是非常之好的 旁邊有一輛大拖車經過的時候 亦都可以聽得我說話很清楚 整體來說用來講電話 然後又不犧牲音質的情況下 這對耳機算是一個都幾不錯的耳機 但是我自己的個人喜好 我就喜歡入耳式和有主動降噪的耳機 在這兩方面它這個就做不到 但是講電話 又或者一些要跟別人溝通的環境下 這個耳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還有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也是非常出眾 在街上別人看到 也都知道你是戴NOTHING的耳機 接著就會講到這個M2K的夾充快充充電器 它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65V 這一邊就是60V 然後這一邊就是65V 然後37V這個夾充 它主要的快充功能就在這兩個位置 另外那兩個就是普通的USB-A 慢一點的充電 它的本體就是這樣的 火牛的本體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這個尺寸很小 它把大部分的尺寸都放進火牛 然後連著這條線就只是一個比較小的充電器 然後第二個特別之處就是它有三種擺設的方式 你看到後面這裡其實它有非常強力的磁石在中間的位置 這顆磁石是非常強力的 是足夠你磁吸在任何的金屬表面 尤其我磁吸在這張升降台這張辦公台的腳 因為整個都是金屬 也可以磁吸在辦公的櫃桶 那些金屬的櫃桶很吵的 那如果你附近是沒有金屬的表面的話 它也有跟著一個金屬鐵片給你 那你可以將這個金屬鐵片 透過它後面的雙面膠 就貼在任何的地方 然後將這個充電器放上去 又或者你喜歡安螺絲的也可以用螺絲塞進十字位 這樣就可以固定它的位置 又或者最特別就是它有跟著一個夾 然後可以夾在任何的桌面上 然後夾到緊緊緊它 然後就可以在桌面的側面幫你充電 雖然這個夾桌的設計並不是新 在IKEA的充電器上面都可以找到 但是有快充的功能 然後也有磁石、磁吸的功能 尺寸也這麼小 就很難在市面上找到別的產品可以做到這件事 說真的我也挺喜歡這間公司的 它之前還推出了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T字型的拖板 這個也是M2K他們推出的 它就插進一個插座 然後就可以分兩個插座出來 還有有一堆USB給你充電 那記得去看看M2K的產品 這個好用啊 這個也會送給大家 然後就是PlayStation送了一堆God of War的周邊產品 以及God of War的遊戲給我的 它就有這個 打開裡面就有一個雷神的鎚仔 這個雷神的鎚仔就非常有型 啊 那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除了可以拖東西之外 其實這支東西拖出來就是一支魚子筆 它是一個魚子筆座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就可以這樣把它動起來 動起來就看到很有型的 你看到有些細節在上面 這個是非常棒的紀念品 有筆的話當然會有紙 也有一本筆記寶可以給你寫的東西在上面 這本寶也很帥 你看到有Kratos的盾 非常帥的設計 然後最後就會看到我用的這個Castify God of War Ragnarok的手機殼 首先這個手機殼上面的公仔是由香港的漫畫家所畫的 然後裡面也有MagSafe的功能 最後我最喜歡這個地方就是這裡有一塊鏡 有MagSafe當然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可以用我用的這個Eye Ring 這樣就放上去 又或者可以用一些MagSafe的尿袋 最後就說到這個PS5的God of War Ragnarok 差點說漏了 它還有一件這樣的T-shirt給我 然後說到這遊戲的話 我就剛剛打爆了 我覺得就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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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玩的一隻遊戲 玩這隻God of War的話 就一定要玩上一集先 因為這隻是上一集的續集 故事是直接連在一起的 整個故事的劇情也都是非常之好看 也都真的好感動 然後在Gameplay整個玩法方面也都好過癮 過癮的程度是你在其他遊戲裡找不到的 在那些動作場面 你自己做主角的那個感覺 真的很難在其他遊戲裡找到 真的非常之好玩 極度推薦極度推薦這隻遊戲 就算你平時只是玩開射擊遊戲 你都真的要試一下這隻動作遊戲 是非常之過癮的 這隻是年度大作 是一定要玩的 至於它可不可以拿到年度最佳遊戲的大獎 我覺得都頗有機會 另外還有它的配樂 音效是非常之震撼的 也都極度建議大家戴上耳機 才打這隻God of War Ragnarok 說到玩遊戲的話 進路就要講到這個Ganky的USB-C藍牙Adapter 本體就是這樣的 我也蠻驚訝這個產品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產品 功能上就很簡單 就是讓你任何的裝置 有USB-C的裝置 都可以連到藍牙的耳機 當然包括PS5或PS4 你將它插入PS5或PS4的時候 你將你的藍牙耳機設定為配對模式 然後長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連接藍牙耳機 到你的PS上面 另外值得提的就是 它可以連接兩個不同的裝置 就是說你和你的朋友 想兩個人都用藍牙耳機 去聽PlayStation的聲音的話 這個裝置是可以幫到你的 有時你已經有一對主動降噪的頭戴式耳機 如果你想用它來玩遊戲的話 這個裝置是可以幫到你的 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GENKI的Gluetooth Audio Adapter 然後有讚就一定有彈 然後這個就是同樣是GENKI的Shadowcast 所以令到任何的遊戲主機 都可以連接到你的手提電腦上面 令到你的手提電腦變成遊戲主機的螢幕 說到好像很厲害 其實簡單一點就是一個 是一個Video Capture Card的裝置 那麼這個產品我就不太推薦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它連接的延遲 其實都有點明顯 比起我用過的其他Video Capture Card 那個延遲更加明顯一點 那麼它也不支持4K 60fps 然後除了延遲之外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大概連接5次就有一次會失敗 不知道為什麼它只會出黑色的畫面給我 我之前發生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拔掉它 然後拆好它 然後它就解決了問題 它就沒有出黑色的畫面給我 但是最近一次我用的時候 它就不斷出黑色畫面給我 所以我就決定不再用它 那麼我認為這個Shadowcast的產品 那個規格有點舊 然後它也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我就不太推薦這個產品 大家可以看看Elgato的Cam Link 或者其他Video Capture Card 也都可以做到同一件事 最後就講到這個叫FingFing Studio的MagSaver 2.0 那就是一個MagSafe的撩袋 是的我知道我講過這件事很多次 但是我就看著整個產品 由頭到尾的發展 由它想到這個idea 由它說要眾籌 又它做了一個prototype 做了一個圓形產品出來 然後在中間再遇到一些晶片的短缺 然後遇到一些製作上的困難 人手又短缺 有很大量的問題解決之後 這個產品才正式出世 再講多一次它的特別之處 特別之處就是 你可以Safe 幫你的電話充電 這個算是很普通的功能 但是其他尿袋做不到的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大過 或者等於15W的無線充電器 這樣就可以幫這個尿袋無線充電 就是說這個尿袋整個系統 它是可以完全無線的操作 無線的幫助尿袋充電 無線的幫你的手機充電 主要你最底這裡有一個15W 或者以上的無線充電器 就可以扔掉你的Lighting線 這間FingFing Studio 亦都出了一個18W的充電器 它裡面就有風扇在裡面 所有東西都說到很完美 然後說到設計很正 但是其實就有一個都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這間FingFing Studio 它們的生產力是很有限的 而且那個製作過程 那個設計的過程也都很漫長 我們說這個產品的眾籌 是一年前的9月 來到今時今日11月頭 它才正式出貨 出大貨給所有眾籌的朋友 那就是說眾籌之後買了這個產品的你 到現在都未必可以收到這件產品 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些產品的研發和製作過程 是非常漫長的 而且香港人的生產產品的能力 亦都需要依靠中國才可以放大生產力 那就是說中間亦都有很多溝通 亦都有很多東西要配合 才可以成功量產一件產品 而這間FingFing Studio的產品 它們是創新 是自家設計的 亦都就是說它們不賣那些貼牌的產品 亦都就是說它的出貨時間 是好 很長 而它們對消費者的期望管理 亦都做得不太好 經常都一推再推 所以大家光顧它們買它們的產品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需要 是不是非常急切的需要 如果是急切的需要的話 你可能要選擇其他產品 你會留意到它們網頁賣的產品 大概有一半都是預購的 亦都就是說它們沒有現貨可以賣給大家 所以大家買它們的產品一定要留意這一點 亦都要說聲對不起 因為我之前說得不清楚 大家不知道原來出貨的時間可以長達一年 所以以後所有眾籌 或者預購的產品 大家一定要留意我 我亦都會說多幾次 然後提醒大家 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講了很多產品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按LIKE 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